我们选第一个工具的 自定点取指令这个标签 然后点编辑类别 然后将条件扭移到最后一个 然后会看到选取可见储存格 这个项目按住滑鼠 直接把它拖一拖到我们的工具页上面就可以了 拖上来以后按关闭 然后这时候点 大高模式的第二个 将B10到B53框起来 按住Ctrl键不放 再将B10到H53框起来 然后再点取可 选取可见储存格这个按钮 然后再点复制钮 然后再将滑鼠点班级排名工作表里面的 B4储存格点一下 那么按再点贴上钮 就可以将每个班级的成绩贴过来 贴过来 B4储存格上 所以我们现在是用电工的来图 我们现在先讹备看